有很多存股族都很开心 因为有一笔钱即将要入贷了 我们来看到三个很受到热门关注的ETF 在今天要来除息 很多人是为了搭上这一波除息列车 在最近也都纷纷的购入 首先来看00878今天要配0.35块钱 那么在单周过去一周就增加超过2万收益人 掀起了这个认购潮 那么目前累计持有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5万 所以说这也创下了台湾基金史上受益人最高的一个记录 再来还要带您看到的是富邦特选高股息00900 今天他要配的是0.06块钱 虽然是受到去年配1.2块钱影响 所以说今年相对来说比较低 但是如果累计近四季的配息金额是0.887块钱 年化殖利率大约是17.17%左右 那么第三个也是这几年很热门的 是元大台湾ESG永续00850 今天他要配息0.68块钱 而这也是2019年成立以来 他的年化报酬率上看19% 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既配加永续相关 以及市值型的台股ETF 但是呢像是有投心业者也特别提醒了 这种历年他们的年化殖利率 如果你觉得数字还算不错的话 但是它并不代表未来的数字就一定这么好 所以说在购买之前当然还是要留意一下 它的整体的一个状况在下手会比较好 我们下手会比较好